今天我们来找DSE Paper 经常见的其中一个题型 就是Factorization 很多时候题目会出现有两部分 通常会叫Factorize 你会见到A和B 通常A部分会比较简单 普遍你会用以往低连班学过的行等式Identity 或者是普通的Cross Multiplication 十字双成法都应该可以进行Factorization 先看看现在的第一条 A部分叫Factorize M2 plus 3M plus 2 首先你可以先想想会不会是Identities 这里有三个Terms 如果是三个Terms的时候 普遍会用的Identity可能是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看 现在你看到它给你的Expression 是否这个 如果你发现它不是这一类型的时候 就会很大机会用Cross Multiplication 其实用Cross的那一类型 就算是本来自这个Identity 其实用Cross的那一类型也可以解决 我们看看用Cross的那一类型 首先看第一个Term是m2 那么我们会把它写成m timesm 那就是m2 接着我们就会看Constant Term 那就是positive2 其中一个想法就是2乘1 两个都是positive 当然有另一个option 就是minus2和minus1 接着我们就会这样 拗叉去整成m 然后测试哪个混合才能得到现在中间的 term 可以留意一下中间的 term 都是 positive 3m 所以应该不会是这个 如果重复试 2m 1 × m 2 × m 加 2 × m 所以在 part a 中间的 term 是 m 1 × m 2 接着我们就去看 part b 了 普遍来说你会留意到 part b 细心留意一下 它会有 part a 的部分 你可以在这里再看看 其实这个部分就来自 part a 的了 所以大家记住当你做 part b 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套用 part a 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之前在 part a 中间 factorize 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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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2 接着其实这里是未完成的 要做的事情是需要看回正如那部分 即正如不是 part a 的部分 通常那部分都会有得再 factorize 所以这次focus这个部分的时候 看看有什么common factor可以抽出来 common factor是x2 现在可以看清楚点 我们把x2抽出来 所以只剩下m plus 2 记住,factorization 还未完成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当作两个terms 中间有个加号连接着 是未完成的factorization 我们就在这两个terms上看看 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你会看到这次相同的地方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之后 然后你会看到 剩下是x2 和m plus 1 然后我们就会顺着 x2 plus n plus 1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factorization 现在可以尝试其他的练习 现在可以尝试其他的练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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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